我们在旁边买吃的没有了 现在已经8点多了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甜品店好像是 这家甜品店 他们说不卖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卖 但是送我们了一份 尝尝吧 那是已经甜了 这应该是甜品 天儿掉了 这是夹肉馅还是什么 骨肉 是奶油的 很甜的 但是特别特别咸 今天吃一块再馅儿了 别说啊味道还真不错 但是就是特别特别甜 可能我们 有的吃不了甜的可能不习惯 但是 非常感谢这位合体老板 就是这家店 现在在排队的 好像这一份 是十几块钱吗 我们也看不懂 大概就这样了吧 好了 我们先去其他地方 嗨 我问他会不会说中国话 他说不会 他问我会说英语 我说我也不会 中国人说英语 中国人说英语 都说不懂 这个是肉 我们要的这个一份好像是牛肉吧 还要了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不知道 套肠吗 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 香香的 棒棒的 小辣椒 小辣椒 小辣椒不说 小辣椒不说 刚才给了我一碗也 非常热情 说我们中国非常好 中国人好 也是哈 中国人确实比较好 这顿算花了42块5 42块5 这个量比伊斯坦布尔大 好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应该是经常来的很熟 对 非常熟 应该是 这甜品太黏了 我手都黏了 是 感觉这个阿卡拉里面人特别热情 比伊斯坦布尔热情很多 我们刚一出来 第一天到 就有个人给我们甜品 就是这楼吧 谢谢朋友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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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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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热情 但是我的英文实在太烂了 他们也是只能跟我比比花花 简单说几句 在安卡拉的第一个晚上 非常开启 我们俩全部都带来笑容 这是跟那个国际化大都市 是完全不一样感觉 没被烤还被奔暖 对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先拍到这 晚安了 晚安了再见 我们要回去吃饭了 吃完饭我们也休息了 因为今天好累 拜 blueberry ảDo 打海 成績 再来 感谢观看